慧蘭和慧斯 這夜一起為慈善音樂會擔任嘉賓 慧斯還在台上主動重提自己曾經在東京被捕的事 和大家分享經歷人生低潮時候的感受 非常感恩今天晚上我妹妹可以分享她的故事 她的故事很精彩 因為她經歷過很多很困難的事件 我分享了我以前經歷了很困難的事件 如何站起來 給大家一個希望的訊息 我心情是很平安的 我都不介意分享我之前經歷的事件 已經很久沒見到你們兩姐妹同台演出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有這個機會呢 最近應該有很多機會可以一起演出 因為我的新專輯裡面可以我們去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圖去分享我們的故事 我希望Jana有機會 但其實最近也有跟我姐姐一起合唱一些詩歌 所以我們有機會去唱 所以都很滿足 都不願意分享 如此